早上好 我是夏师 欢迎收看今天1月20号的百歌城报 你们知道在大马的贪官 把贪污得来的现金大部分都藏在什么地方吗 答案就是家里 昨天又有一名贪官住家 起获110万令吉现金 这名涉嫌贪污的官员 是来自集大洲公共工程局的助理高级工程师 他涉嫌向多名道路承包商所会 前天被反贪污逮捕 并在昨天带上庭延扣7天 反贪污官员相信还有更多现金还没有被发现 数额可能高达300万令吉 目前已经有20名证人被反贪污录取口供 另外一单贪污案发生在政府关联公司 一名58岁的戴首席知青员 和一名36岁的销售经理 反贪污昨天到他们的住家上门逮捕 两人事先利用电子护照计划 索费50万令吉 反贪同时也冻结了58岁代首席执行员 他妻子和儿子名下多个户口 一共存有大约100万令吉 接着来看一则刮拉登加楼市民 可能会感到开心的消息 那就是在修建中的Pmin Square建筑 将在今年4月迎来电影戏院 这也是刮拉登加楼获别20年后 才有的第一家电影院重新开张 而今天报纸头版都给了首相纳吉 在马达东姑礼堂举行的 2050年国家转型计划首要对话会 收集各界人士意见 制定国家未来30年的愿景和方向 首相纳吉自称是个很好的聆听者 他并没有为TM50的对话会做出总结 纳吉表示要聆听所有人民及年轻人的意见 因为2050年是属于他们的 人民必须携手塑造国家未来 纳吉希望我国未来30年可以有更大的转变 其中就是要缩小西马与东马之间的差距 不过当天TM50对话会场外呢 就有一批年轻的大学生高举抗议牌 希望获得那几倾听新声 这些学生高举卓一号官大字报 其中学生发言人爱妮斯说 如果政府真的想要听唯一的声音 那么为什么不邀请所有的学生参与活动 而是闭门进行对话会呢 他更重提之前因为参与卓一号官集会 而有好几位马大生被纪律处分的事件 质问那几何政府为何一边说倾听人民的心声 一边却尽声异议 换个焦点 闹得满城风雨的EMDB丑闻 在新加坡已经有5人被控并且罪成 打击腐败和任人为亲中心C4Center认为 大马不能再为了维护涉嫌一马洗钱案的商人 刘特佐而违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协议 C4创办董事 显地亚昨日发文告 欲请总检察长对EMDB重新展开调查 并根据新加坡法院的裁决 逮捕和起诉刘特佐 显地亚哥在文告中指出 新加坡在一马洗钱案的审讯 已经直接戳破杀地捐款的谎言 他指出 转入纳吉银行户口的6.81亿美元 事实上是来自刘特佐 在安晴私人银行开设的财务公司 而纳吉之后退款的6.2亿美元 也是转回到这家公司 而不是检察长所指的 匿名沙地捐赠者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